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月九月七十 今年七月二三 禮拜四 新聞的頭一條 應該是乾淨 單純的好痕 竟然是發生這種不堪的事情 南道館一間高中 說有南學生跟盧董哥 性侵吞打 有兩年這麼久 說這個南學生 就是寇小有一個做警察的老爸 由於高中一年 就開始來欺負當班的這個 若小家庭的盧董哥 甚至還把過程進入來 把董哥來電 這個作風是真創意 一直到兩的人 打到高中三年 好好才把他們混搬 好好是來回應說 今年的四月 只收到學生來計劃 當時有來通報到京豐 也有組成性病會來調查 一直到八月調查的結果出來 就把兩的人混搬囉 京豐這邊是來公調說 收到好好報案 就來頂開到調查 今年的六月已經把案件 說給年輕人發呈 絕對沒有因為這個南學生的老爸是警察 就把這個事情來訴訟 南道館一家高中一個女生 涉嫌性侵港版的盧董哥 若小的老爸是警察 強迫對風還有協商品危險 四月份接獲學生的一個檢舉之後 我們立即組織 就是調查小組 調查到八月下旬 那整個結果就出來了 就很正式的分搬 好好處理方法 事實上兩人先過三次分搬 讓人平民說太過了 警方也正是說 事實上的南東後 他們如果不確實是南道館 某一個分局環境 還會絕對公正 也是今年四月份受理的 那經過調查之後 我們六月份就已經辦理移送了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當事人 或當事人的家屬 有什麼身分 特殊身分 我們來巡視負短 南道館九郵局共調說 當時有調查 在今年八月份有夠學校 跟香港家庭記憶 當時都不建議說 讓其中一個學生先專學 但香港家庭都會轉 所以說聖誕兩人分搬 但俗話的調查才會說